歡迎收看 營養吃什麼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黃均聖營養師Sunny 大家應該有聽過 免疫球蛋白 它就是我們白血球來抵禦一些病毒 細菌入侵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我們就一定要吃足夠的蛋白質 那現在要為各位示範這道料理 非常簡單 而且又非常的營養 又好吃 這就是北海道生食等級的干貝 我們今天採用的是2S等級 它有不同大小 S、M、L 50塊來大盒有沒有 要不要吃 趕快來吃 那這道我是用油脂分離鍋下來煮 那我們現在先開大火讓油脂分離鍋加熱 等一下我們要看一下滴水乘出 就可以轉小火然後就開始煎了 滴水乘出水滑下去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它關掉 把水滑擦乾 然後沾一點點的油 那記得我們冷凍的干貝 就是一定要把它退冰以後要擦乾 退冰之後如果上面都是水的話 那就容易丟鍋 剛才我已經關掉了 現在這樣丟下去煎就OK了 那這個時間也是一下下就好了 那我們記得放下去的時候 不要那麼急著翻面 一面好再換另外一面 這樣熟度會比較剛好 好然後稍微小煎一下 有沒有 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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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 蛋白質界的焦糖馬七朵 先關火然後現在要煎的時候再加一點小火 再開小火然後慢慢煎 溫度恰恰 對 然後這一面就煎好就OK了 那我們現在準備來做醬料囉 那也很簡單就是開個中小火就好了 不用太大火喔 因為這些都是很快熟的東西 好你就無鹽奶油把它放下去 好讓它稍微融化一下 那奶油喔有些人會擔心喔 它就是造成太大的孤單 其實還好因為我們只是配料一點點啊 有些人吃重口味的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OK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下了我們的蒜末 然後蔥末 有沒有那個香氣 蔥蒜的香氣就出來了 然後這時候下這個甜椒末 然後稍微讓它拌炒一下 滿滿的植化素啊 甜椒有紅的啊黃的啊 像蔥啊綠啊綠的 還有蒜 蒜裡面也有大蒜樹 回來我們的干貝我們就是開小火 因為我們要加醬料 讓它mix一下 就簡單的鹽跟胡椒 就這樣而已 不會有太多的調味 掉 OK 就是上色啦 法式料理就是要一點點一點點 有時候就是這種太簡單的 所以害了我話要多講一點 鍋子好用啊 因為它就是這個油脂分離鍋 讓你煎得有沒有那個恰恰的感覺 那個火候恰到火候 這時候就可以關了 可以上鍋了 看那個厚度 真的是很誇張 嗯 嗯 進口裡 等一下 太好吃了 這熟度 剛剛好很軟嫩 又煎過 然後再搭蒜香醬 如果你想要蒸雞減脂 吃很多你都不用擔心 蛋白質還能量高 100公克裡面 只有17克的蛋白質 超級多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喔 如果你有任何營養問題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囉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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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過 做一個影片 只得到可以 做個影片